我們來看一下,如果說你現在想要找已經有的圖案,把它轉換一下怎麼做 可以像這樣,你看,老師在這邊找一個這個新型的有沒有,像這邊 標準的當然你那個裡面就有圖案了,那我要找比較不標準的,有點歪歪的 有沒有這樣歪歪的,對不對,你就找到你要的你可以按右鍵 你把它定存起來,定存起來之後呢,我們在這裡,你看我們右下角這邊喔 這裡,這個就是輸入的,你把現有的圖片把它輸進去,它就自動幫你轉換成你要的這個尺寸 那一樣的記得就是這個,我先把它變成什麼,跟我們點舉證一樣的 好了,我就進來,從這個地方呢,我直接選擇,瀏覽我自己的電腦 瀏覽我們自己電腦裡面的,你如果會錄的是一個GIF的動畫 它在這邊就會把那個動畫顯示在這裡,你就可以從這邊去做修改 從這邊做修改,那我就先找到我的剛剛那一張囉 好,這一張找到了,好,那進來的時候呢,它會問你,請問你要幫我幫你把這個照片說成多大的 我們現在是變成八成八,對不對,八成八,那要不要比較Smooth一點 就是比較平順一點,因為其實我們LED燈不多,所以其實不平順可能比較好做 好,這裡我就變成八成八,另外一邊應該會自己,如果這裡改不了的話,你就再調整一次 因為它那個,我們比例還算蠻近,我找的是正方形的,好,進來 他說你原本這個會清掉喔,好,你確定,有沒有就進來了 這樣是比你直接用點的還快,但是你如果覺得不滿意,你可以自己再補一下 那就是照原本的剛剛使用的方式,誒我這裡要補一下喔,補一下,我想要變成這樣 但是你不用每次都沖泡,至少說有一定的基礎在做 好,那我們模擬器的部分就玩到這邊囉 你看我們今天已經剩一點點時間了,還在玩模擬器齁 所以現在要玩真的囉